老长,中午吉祥,中午吉祥,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论文学习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篇,第六篇 第六篇是文献阅读的两个阶段 这两个阶段呢,我本来也非常惭愧 因为这一星期特别的忙,然后就没有去找资料 后来一下我找论文,后来我在阅读的时候 我发现其实,因为至于它是教我们怎么文献阅读的一个技巧 这个找论文也,我觉得似乎也对应不上 我觉得也对应不上 所以我先把这些字里面的我认为的重点 我把它给它拎出来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我一边读,然后一边拎 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上一讲我们提到大量的阅读文献是一个挺苦挺累的活 所以我们想要学习一些技巧 掌握一些规律来简介我们的负担 其中的一个技巧就是分阶段的阅读 我把在科研工作中的文献阅读大体上分为两阶段 这两个阶段它的目的不同,方法也不同 所以它这两个阶段,我觉得这是需要我们来给它来记忆的 因为这两个阶段的话,我觉得对我们以后具体的写论文 具体的实现操作有用 就是它说了,在第一个阶段是,在文献阅读的第一个阶段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是明确和细化我们的研究目标 而我们的阅读方法主要是泛读 在形式上通常表现为由后读到薄 这一段我的理解是,它说在文献阅读的第一阶段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明确和细化我们的研究目标 那我对它这句话的理解就是 我们在文献阅读的第一阶段 就是要把我们这篇论文 把它的这个逻辑架构给它打出来 就是我们在后面也学到过 我记得第46篇也学到过 关于文献中述的这方面 我觉得它这个就是说 我们在文献阅读的第一阶段 那也就是大量的阅读 读好多好多的文献 那也就是说,那就是要找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要,就是一棵树 我们要了解整个树的这个全貌 整个树的全貌 了解整个树的全貌之后呢 那我们看这个树当中有哪个地方 有的哪些地方是别人都研究好的 那我们研究不错的 研究的比较成熟的 那就不需要我们来研究了 而哪些地方呢 是别人研究比较薄弱的地方 那个薄弱的地方也就是那个问题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研究机会 比如像研究空白 那这地方呢就是说 那这个研究空白就能够是我们所研究的 我们就是所也是我们这个研究的目标 所以说我觉得文献阅读的第一个阶段呢 也就是大量的阅读 然后呢通过大量的阅读了解我们这个领域 我们所研究的这个领域 然后呢知道它哪地方有别人可以研究 研究好了哪地方呢是我们可以 没有研究好的我们可以来研究的 那么呢我们把我们研究的那些地方呢 我们把它的主要主论点是什么 分论点是什么 那把它给逻辑框架给它打出来 后面刘教授也说了 这一个过程其实第一包括这个文献阅读 第一个阶段不是说我们一遍就可以了 它也是一个反复的阅读过程 那也就是说可能就是我们把所有的文献都读了 那我们这个我们的逻辑架构还没有搭起来 也有可能的那没那我们就是再阅读 但是我们把所有的这个领域的这个文献读了之后 我们肯定我们的大脑当中有一个general 的idea就是总体的一种概念 对我们这个整体的领域 但是呢万一我们这个逻辑框架没搭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再循环的重新再阅读 但是我们重新再阅读 我们当初的那一篇篇文献的时候 肯定眼光是不一样的 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读过了一遍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总体的这个idea在里面 所以说我们也许会读出原先那些文献当中 我们第一遍说没有看出来的东西 那比如就像我们想举一个例子 就像像刘教授的这个这个讲座 心理讲座一样 那像读第一遍我们的感受和读是不一样的 那读第二遍感受不一样 第三遍到现在第四遍 我自己觉得是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现在读第六篇的感受 我可以带着我整个的 他就整个的把这个四十多篇 整个的general的idea 总体的那种知识 我带着总体的框架 就是刘教授的这个给我们的总体的这个知识框架 论文心里讲座的这个框架 来读这篇文章 我可以把这个第六篇给它放到 你说整个的它这个框架哪地方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它就是说去你明确和细化我们的研究目标 也就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但是呢这个第一阶段最主要的就是找逻辑架构 我们研究的这个课题 把它的这个 把它的主论点找出来 然后分论点找出来 我记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刘教授在后面说了 这个分论点啊 他说一般有三个 他说三个好记 三个 然后一个分论点呢 找的论句 一般的也是一个三个 是这样子的 好 这是这个文献阅读的第一阶段 我认为就主要 主要是把它逻辑架构打出来 把它给它建构起来 那第二个阶段 他说在第二阶段的阅读中 我们的研究目的 主要是根据我们的具体的研究目标 或者根据我们写作的要求 在文献中收集可用的论句 而我们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精读 在形式上往往体现于 我们的阅读是由薄读到厚 那他这个 他说得很清楚了 在第二阶段的阅读当中 我们的研究目的最主要就是 根据我们具体的研究目标 也就是我们已经搭好的那个 逻辑架构在那地方 读了论点也有了 分论点一个个分论点也有了 现在呢就是要往分论点里面 一个个的填论句了 那也就是那这些论句从哪儿来 论句就是从那些文献当中来 文献当中来 所以说 这个呢 也就是说刘教授也说了 说我们在阅读文献的时候呀 一定不要就是光读不记笔记 所以说呢他就说 我记得他后面说了 我们在读文献的时候 也一边要读一边又记笔记 那些笔记记在哪儿 并且记的时候还把它那个 出处标注好 有可能我们以后还要 还要用到他这个 用到他这个论句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在哪儿找 所以说他是 当然这也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循环网户的过程 就是说 不一定第一遍能够就是 读的时候能够读好 然后他这个说了 他说主要是精读 而我们的研究方法 主要是精读 在形式上往往体现 我们的阅读是 由薄读到厚 就是这个精读 我们看一下 待会儿看一下 他这个精读是什么意思 一般来说 在我们刚开始 某一项研究课题的时候 特别是当我们的研究目标 还没有完全明确的时候 我们多少会感到有些茫然 相关的文献往往看似 好如烟海 不知从何入手 在这阶段 我们的阅读 往往需要非常的广泛 所以我们要努力 提高我们的阅读效率 提高阅读效率 不仅仅在于要读得快 更重要的是 要有选择的读 那他这里就是告诉我们 就是说 我们 我记得往下看 刚开始的时候 去读一些相关的专业课本 或者是一篇好的文献中述 可能对于我们要去选择 要去阅读的论文会有很好的帮助 而在我们读论文的时候 我们往往要先读摘要 觉得有必要的时候 再去读结论 然后是引言 觉得十分必要的时候 才会去继续阅读文章的方法和结果 在这一阶段的阅读中 我们常常需要根据我们得到的心知 对于我们的具体的研究目标 进行不断的修订和细化 从而使他能够和现有的文献更加符合 使得他未来可能的贡献 能够更加有力量 那这个他其实介绍的方法 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拿 在拿到一个相关课题的时候 那么那么多的文献资料 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一定要去选择 有选择性的去读 专业的课本 或者是那一篇好的文献中述 那这个好的文献中述的话 他就是把你整个研究领域的概冒 全部告诉你 这个研究领域 有谁谁在做哪些研究 他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他的研究成果是什么 全部给他就是说 告诉大家 大家如果就是说 我觉得像 如果能看了一篇好的研究中述 你就给人感觉 我已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或者我站在一座山顶上了 我可以俯视 整个的这个研究领域 他是这样子的 那么还有说了 他还说了 我们一定要还有呢 就是说 我记得后面他还说了 一定要除了这个文献中述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说 对我们自己本专业领域当中的 关键的那些作者 学者一定要去进步他 就是我研究比如说某个领域 十三页这个领域 而我十三页这个领域 谁做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有一个人 或者是几个人 或者是哪个研究机构 那么对他们的文献 我们是要首先 着重的去读他的 不是说不相关的作者 我们先读他 不是我们要先有选择性的 先读这些人 并且我觉得他后面好像还说了 读这些人的时候 就是说要把他的这个 网状的逻辑给他读出来 就是要把这些关键的这些作者呀 把他们的文章呀 要把他的这个网状的 他的思维 网状的思维呀 把他给读出来 就是非常非常的精读 就读出他的 不仅读出作者说出来的东西 还包括作者说没有说出来的东西 这是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我们在开始阅读的时候 对这包括就是应该怎么读 他其实告诉我们的方法 就是开始阅读的时候应该读专业的课本 课本或者是这个领域 我们本领域当中非常重要的那些的期刊 或者是那些的作者 他们的这些的著作 好 就是这一点 还有说了 那他下面其实给他做一个 已经说了 说在这阶段 我们的目光一定要放大 切记被一些低质量的论文 或者一些不重要的细节牵着鼻子走 那就是切记被一些低质量的论文 那就是不重要的呀 不是这个领域当中研究的非常重要的人 那被他们的文章 不要被他们的文章牵着鼻子走 所以也就是他这一句话 也就是说明了 也就印证了他上面所说的 一定要读那些重要的那些字 sorry 是后面 他后面说了那些重要的作者 或者重要的期刊的文章 说我们主要是要关注于 去找寻我们的研究目标 它的合理性和重要性 如果找不到 那么就需要做适当的调整 在这一阶段的阅读结束时 我们应该有了更加明确和细化的研究目标 所以说这地方 我记得刘教授在后面也说了 当我们开始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是搜索 拿到一个主题把我们这一个课题 把我们的课题找关键词 把它就是给它分解 分解成几个关键词 分解成几个关键词之后呢 他说了用最后用一个 用and中间把什么 a1 or a2 or a3 and叫b1 or b2 or b2 or b3 把这一收收出了一大篇文章 但这些大篇文章当中的呢 他可能就是宽泛的嘛 我们在找这些当中就是重要的这些 这期刊或者是名 重要的这个作者我们去看 但是我们在看的时候说 我记得刘教授在后面说了 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呀 可能是我们通过阅读 我们发现了有了新的关键词 就是有新的关键词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用新的关键词来搜索 那搜索呢就是说来调整 搜索会搜索到一些新的文章 那搜索的时候 那对我们的这个研究目标 也就是更加明确 来细化我们的研究目标了 所以说我们的研究目标 它这个架构的框架的搭构过程 它不是一下子就能构建好的 它是在我们编阅读的时候 不断的这个修订 不断的修改的一个过程 随着我们这个阅读的 进展如何 它是不断的一个调整的过程 好 这是他讲的这个 同时因为研究目标更明确了 我们也应该有能力 对下阶段要阅读的文献 进行精神好排序 那第一个阶段结束之后 就是这种框架搭构好了 搭构好了那就知道 我们下阶段我们是要该阅读什么 因为我们的框架已经搭好了 主论点有了 分论点也有了 下阶段的话呢 那就要从找一些这些证据 来支撑我们的这个分论点 在第一阶段 我们可能办多了上百天的论文 而最终发现只有十几天 和我们最终选定的研究目标 密切相关 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清除 这也就是第一阶段的阅读 由厚到薄的意思 我们看一下第二阶段 在文献阅读的第二阶段 我们要开始根据我们显定的研究目标 让我们对我们在第一阶段中 精显出来的文献进行进一步的精读 这里精读的意思 不仅仅是在于要读的全 读的戏 更重要的是要带着目标去读 我们要去搜寻 我们为了回答我们的研究问题 或者是为了认证我们的认点 所需要的答案和证据 我觉得在这一段当中 我们再去把这个读完 这样需要我们能够挖掘出 每篇文章可能生长到背后的价值 我们不仅要读出作者 明确写出来的东西 我们还要能够读出作者 没有明确写出来的东西 比如某些前提和假设 我在这里的理解就是说 我记得后面刘教授又有一篇文章 他说了就是说我们 那些是惊醒出来的那些文献 我们怎么读 我们首先要区分 它是观点还是事实 如果是事实的话 那我们就是说 就是可以给他放在那 如果是观点的话 也就是分析 如果是观点的话 那我们就要是看他的这个前提 就他这个观点 看他的这个论据 看他的这个 他这个前提是怎么得到的 他这个论据的充分度是怎么样子的 也就是 就是那个白天鹅的 那个十只白天鹅和一千只白天鹅 最后 就是说看一只观察十只白天鹅 还是观察一千只白天鹅 最后得出来结论是天鹅是白色的 那他就是说了 那是就要看这个作者得出这个 天鹅是白色的 他的论据的充分度 就是说是什么样子的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为了 等于就是说 他是为了这样精读 目的是为了来整个全面的来判定 这篇我们要精读的这篇文章啊 他的可靠性 他的可信度和可靠性 那如果我们通过对这个观点 然后对观点的前面的这个 得出观点的论据啊 我们也把它找出来 在通过逻辑推理发现 他是个这个结论 得出来的结论是正确的 那这个结论就可以为我们所用 sorry 就是是正确的 这是第一步 我们判的正确的 那正确的之后呢 我们再要去考虑一下 作者他这个观点啊 他得出了他这些观点 第二步就是 能不能为我所用 就是与我所要 我的这个目标 能不能就是适合我的目标 如果适合我的目标的话 那么我就把它拿来 拿来 就是作为我的这个文章的 这个证据 我记得后面 我是这么理解的 所以说他就 我觉得他这点 就是牵扯到后面了 我们再看下面 我们要学会区分 文献中的信息是观点 还是事实 对就是他 我记得后面有篇文章 讲到了这一点 我们不仅要读作者的结论 有时候我们还要去读 他的结果和数据 根据我们自己的判断 就是我们自己的结论 也就是说了 就是说也就是 其实这一段 也就是他 他说过的呀 要把作者的那个 还原他的网状的 那个思维 把他的网状思维 要把它还原出来 还原出来之后 然后发现 那个得出 就是判断了 他这个研究 能不能够 为我所用 他里面得出了 一些结论 或者事实 能不能为我所用 这阶段 我们往往需要 做大量的笔记 这也就是在第二阶段 我们阅读 需要从薄到后的意思 好 最后总结一下 在文献阅读的第一阶段 我们主要是去累积 和我们的研究课题相关的 将为普遍的大问题的知识 就是广泛的阅读 同时我们可以去收集 进一步精读的素材 而在文献阅读的第二阶段 我们主要是去累积 和我们具体的研究目标 相关的知识 同时我们要去收集 我们在写作过程当中 可以用到的具体的素材 那就是第二阶段 已经是非常的集中了 我们看一下 它的范围缩小了很多 因为是累积和我们的 具体的研究目标 相关的知识 它已经锁定了 已经锁定了目标很小了 但是第一阶段 它就是要大量的阅读 为了找出那个研究空白 找出那个本领域的 研究空白是哪里 所以说它需要大量的阅读 才能知道一个空白是在哪里 它前面也说了 找出本领域的研究空白 它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需要我们对本领域 有非常深的理解 好 第一阶段结束的时候 我们的研究目标明确了 从而我们就更清楚 下一步应该去读什么 目标明确了 带着目标的去读了 第二个阶段结束的时候 我们根据我们的研究目标 找到了相关的论据 从而就更清楚 下一步应该去写什么 目标也有了 而我们的论据也找到了 那下面写就变成了 就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就是用你的论据 来去认证你的论点 在文献阅读的这两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都可能需要 有多次的循环 它已经说到了 反复的循环 好 这是就是 这一点 非常常给我讲到时间 然后不知道大家有什么要分享 今天是学的第六篇 OK 没有查 好 还有九分钟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要分享 我真的是觉得 因为我们这样子嘛 我们这是第四轮 其实真的是每一轮的训 它都没有白训 然后训一遍的话 记忆就深刻一点 训一遍记忆就深刻一点 就是第一遍读的时候 真的是觉得 读第一遍就是第一遍 第二遍 第一遍就是第一遍 第二遍就是第二遍 前后就根本就没法联系 但是读第二遍的时候 感觉到 再读一遍文章 感觉到后面又起到这个问题 有联系 在读第三遍的时候 感觉到就是说 印象又深刻 特别是像郑师傅和易师傅 他们就是说 在第三轮的时候 我觉得 就是归纳总结的特别特别的好 然后印象又特别深刻 然后第四遍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 又更加熟悉一些 我相信如果我们接下来 如果读第五轮 第六轮的话 大家 我们印象会更加更加的深刻 能够前后 能够更加很好地 给他贯穿起来 就像刘教授所说的 我们如果熏道亮的话 说不定 我们就把刘教授 关于论文的 这个心理讲座 我们也还原了 他的那个网状的那种思维 也把它给还原出来 就变成一个立体的了 OK 那样我们就很自在了 他是立体的嘛 那我们就知道 他的哪篇文献 在他的整个的思维 这个关于论文 写作的思维当中 处于哪 哪个哪个点 也就是刘教授 他的论文 关于论文写作的知识 他就是一棵树 哪篇文章 我们就知道 应该摆在哪里 是处于一个 什么样的位置 五篇还没写吗 惭愧 第五篇还没写 sorry 非常非常长 第五篇还没写 sorry 我记错了 好 第五篇没写 OK 非常 哦 sorry sorry 我搞错了 好 那我们这样子 那我们就 要把我们明天吧 明天我们再把第五篇 再给他写一下 非常惭愧 OK 好 非常感受到 感恩大家的包容 好 那接下来 不知道大家 没有什么分享的 我真的是觉得 非常感恩所掌 真的是特别特别感恩所掌 然后 就一遍一遍的心 一遍一遍的心 真的就是 水滴石穿的那种感觉 每心一遍 感觉真的是就不一样 就印象深刻一些 非常惭愧 好 大家还有没有要 要分享的 我看一下 大家有没有要分享的 真的 真的是特别特别感恩所掌 我现在 说真心话 我现在就是说 开始读第一遍的时候 我跟到范师傅 我记得那时候是范师傅 那时候一起读 哇感觉 四十多篇 然后什么都不懂 每一篇对我来说 都是新的 就不知道他讲什么 就说 但是呢 我觉得 大家读 就这样读吧 但是范师傅 我就觉得特别好 范师傅 他这方面有这个善根 善根太厉害了 就读吧 反正就是说 不管懂还是没懂 大家都这样读吧 但是我发现 读完之后呢 就不一样了 就是不要怕 现在就读吧 读了而然 自然而然就虚了一点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 哎呦 真的是 读完第一遍的时候 感觉到 整个框架 其实模模糊糊吧 但是有了一点点 但是读第二遍 又涨了一点 希望我们大家最终 能够把刘教授的这些知识 全部都给他吸收过来 掌握过来 并且能够把它 重用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然后能写出了非常好的 这个高质量的 阴流的这个佛法论文 这一切的论文 哎 惭愧惭愧 我还没有 没有 我还远远没有掌握 好的 请您几年 愿我能够这个掌握住 好 有请应生老师 好 尊贵的本方老师 所长 科学们 大家中午好 今天跳了一篇 跳了一篇 今天学到了06篇 因为我们也不是 第一遍学习了 跳一篇也没问题 大家都能理解 我怕我记错了 所以我问一下 我老师三月间来 所以我想好像我记得是第六篇的 那么今天呢 其实呢 主要的他就是讲 这个阅读 怎么去读吧 先讲一下 怎么去读的一个大方向 那么他教我们先从厚读到薄 再由薄读到厚 就是这么一个大方向去读书 去读这些文献资料 我带来听这个方老师讲 他也讲得很好 他自己有很多自己的这些理论和时间的体会 那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 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有读不下去的那种 这种空间呢 有没有觉得 我是有的 对 叶辰老师 我以前是有的 我以前写论文的时候有的 读不下去 有的 那张上方老师现在 这个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那不知道其他那些法师们 他在写论文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这种 有不下去的这种现象 小宗师傅讲 看文献比较少 范师傅讲有的 那我自己就常我自己啊 不仅仅是过去 我现在也都有 就有这种看不下去的现象 心里好着急啊 明天要交了 不是 十经以后要交了 五经以后要交了 三经以后交了 两经以后要交了 今天要交了 然后我才 我才被迫的是属于那种 倒逼式的要读下去 那么实际上 给时间 你给他一个月也没用 你给他一年 甚至他也不会读 这就是我 我学了佛法 我才知道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 这就是一种障碍 那么这就是一种障碍 这种业障 那么他会障碍着 或者是其他的妄想 感觉 烦恼在拉着 那么这里呢 他主要讲到了 怎么去读 但是刘老师他没有讲到 遇到的这种障碍 怎么去突破 他大家有 有什么办法吗 大家有什么办法去突破吗 您有什么方法吗 突破这种 看不下去的 那你刚才不是说过去有 现在没有了 那您是怎么样去突破这种 这种阅读的障碍呢 我 我现在我读的比较少 就是就是那种文献吧 非常惭愧 有时候就读不下去的话 就不读了 放在那 那 我想念方法很多的 可能大家呢 也没有想到这种 或者没想到吧 那么 或者呢 大家也没有这种障碍 我是有的 那么我呢 我今天呢 就讲一个吧 其实有很多 应该方法很多的 想突破障碍 我讲很多方法的 那么我就想起 我们的顾问 这段时间正好讲了 就做 一个一句话叫做 无利不早起 无利不早起 我就不干了 我就不早起 起来了 那么今天我 为什么要读啊 它就是有利益啊 那么我在这里总结的就是 我们阅读的目的是干什么 大家如果把这个目的 你搞清楚了 你就会想办法的去多读一些 早读一点 尽量的去积累 这些文献资料 什么呢 我这里做了一个总结 就是阅读的目的 就是要累积知识 你去搜集素材 能够去达到 你确定你的研究目标 和你的写作内容 要不然以后你写不出来 为什么我也见有一些法师 他也讲他写不出来 虽然我想这个就是跟大家 可能 这个一个是积累 一个就是 去阅读文献 不知道有关系 如果你都没有 就是一句话就是 巧妇难为 以你之催 你写什么呢 目标你定不出来 因为你不知道 该写什么东西 该写什么内容 所以说这个阅读 如果你真知道这个利益的话呢 我想 大家不会不读的 就算是再怎么样 你会硬着逃避读 因为这件事情 必须得做 扩在眉睫 早读晚读 还不如早一点 你按我们刘教授所讲的 你不行 你可以反复的读 所以这个读 不仅要读 而且要反复的读 读第一步 你可以知道 我应该读什么 就是拿到 这么多的资料 我可能觉得 我不知道读什么 所以更加要读 你不知道读什么 你找不到重点 这就是第一步 那么你第二步 你找到重点了 你还要再去 跟你这个目标相关的 你去找到写的东西 所以说给我们这么多时间 三个月来写一天论文 时间并不多 尤其是我们现在是 佛法论文也要写 还要去把论文的这些 也要写 要两者结合起来 那这些还要有 强大的佛法的这种积淀 要有论文的基础 那么把它结合起来 确实不太容易 那么之前就是要 经常积累和早早的阅读 即使遇到障碍了 我认为你有利益的时候 我想连众生都知道 有利益的他 他就会去做 他觉得这个 我上班 我不知道我可以 不用扣工资 我上完这个班 每个都能得有钱挣 我天天早起一点 我就多卖点东西 少关 网关门一点 我可以多卖点东西 所以这个大家把这些利益记住了 要不然你 你读什么 你不知道 你要写什么 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的内容是什么 你的论据是什么 但是你模仿别人写 你都找不到一个 一个模板 这时候的话呢 为什么刘教授 他用了好几天 在讲这个阅读 就是 不是我们给我们时间 是今天写明天就拿出来 除非你强大的 像我们顾问这样 就随时的 变手连来 要不然的话 这个阅读就是基础 没有这个基础 什么都免谈 好了 我又有点超时了 其他的 不处障碍的方法 我想 大家在阅读的过程当中 你会慢慢的会发现 就是这篇文章 他一开心就讲 阅读是个挺苦挺累的活 我自己到现在 我都不愿意读 但是我想反正 今天不足明镜也得读 后期也得读 这件事情 我一想 以前我们领导就讲 你要是拖拉了 并不能减轻 这个事件的难度 那你还不如早点做 你还可以 你早点做了 早点起步 说不定还可以减轻 这个事件的难度 但是你拖拉了 是减轻不了 这个事件的难度的 那么早点做 会让自己 心情放轻松一点 可以更好地找到 理解 用我们这一些 你需要的东西 让我方法 谢谢大家 如果不正确的 那么请大家的 多谢 好 非常的感恩尊贵的 燕神老师 您给我们 补充我们这些知识 就是关于阅读的 这个重要性 好 愿我们大家呀 都能就是 无比欢喜的 对正法 以及一切善法呀 都能够无比欢喜的 然后感恩戴德的 去读 然后去记 去背 然后再把它去 注用在自己的 身口衣当中 不要把它当作 一个挺苦挺累的话 应该感到 应该感到是什么 是一种 无比的一种荣耀 和荣幸 好 那我们今天 我们就到这里为止 好 我今天感恩 各位大的师父同修 感恩所长 恭送大家 我就放卖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